我是1963年农历九月出生的 我的到来 唯一是整个村庄的一个特大新闻 不仅仅是因为父母中年得子 各那人们津津乐道的是 父母终于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因为在此之前 父母由于婚后多年不育 后来在老辈人的劝导下 抱养了一个女儿 而这姐姐比我整整大十岁 在我没出生之前 父母送姐姐去上学了 可我生下来以后 等于说是剥夺了姐姐上学的权利 姐姐实际只读了两年书 随后就辍学回来照看我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姐姐小小的年纪 不仅仅担负起帮家里做饭 洗衣服的任务 还要熟识地过来 看她摇篮里熟睡的我 在我稍微大一点后 就不该与老是睡摇篮了 于是母亲就给姐姐 准备了一条不腰带 这样有时候我场闹不睡时 姐姐就可以用腰带 把我绑在她后背 走到哪背到哪 那时候虽然说是在大生产队 但每家每户 非有几其地可以种菜的 父母起早贪黑地干活 哪有空摘菜 所以这个任务 也落在姐姐的身上 姐姐从小做事就有头有尾 天蒙蒙亮 父母一出去干活 她的自觉起床 趁我试着之际 赶紧先买一大锅 稀饭熬上 又匆匆忙忙赶在七点之前 去菜地把菜摘回来 这样就不至于到时候 让我跟得挨大太阳晒了 有姐姐在家 像个小大人似的 做后勤保障工作 这样父母一回到家 就可以吃现成的了 所以 街坊四林对姐姐讲一嘴 快声 每当这时候 父母脸上都挂着满衣的笑容 但姐姐毕竟只是个孩子 也有贪玩的时候 大大是在我一猪岁多的 那年夏天的傍晚 姐姐照例把粥熬好 把我洗完澡 放在门口的凉床上 她等几个小伙伴 玩跳房子游戏 其实即使玩 姐姐的心还在我身上 熟识照软头看到我 见我老老实实地 坐在那看他们的笑 姐姐放心了 结果悲催的是来了 我可能是看小姐姐们 昏坏地打得闹吗 我也跟她兴奋吧 结果一个跟头 从凉床上翻了下来 随之嗷嗷大哭 姐姐惊呼失措地飞奔过来 无奈我已经倒栽葱 躺在地上了 姐姐把我抱起来一看 还好 因为是泥土地 头没有出血 但一个鹅蛋大的包 迅速鼓了起来 姐姐吓哭了 听着我们姐弟俩的哭声 云就往奶奶跑过来一看 说道 小兰 别哭了 赶紧把小鹏抱到我家来 我用猪油给她润润 就这样 热心地往奶奶 把我摔伤的鹅蛋包 用炼好的猪油 涂抹了一层 亮增增的 姐姐抱着我回来后 心情沉重 再也没有心思玩耍了 那时候 大人从生产队 放工回来 都挺晚了 所以父母忙得吃饭洗涮 看到早已乖乖熟睡的我 但没在意 我头上那些亲子的鹅蛋包 但姐姐做错事 自己心里忐忑不安 她围着父母一会儿打水 一会儿帮着端板凳 看到姐姐这样 母亲就心疼地 让她先去睡 他们自己来 可最后 姐爷到底还是鼓起勇气 把傍晚发生的事 老老实实地向父母做了坦白 这时候 父母才到我跟前看了她 发现头上的包确实不小 但父亲笑笑没吱声 就走开了 母亲则对姐姐说 她现在能爬能动了 不像小时候那么好照看 以后小心点就是了 不要紧 姐姐终于如释重负 在后来那么长时间里 姐姐再没有让我受伤 父亲在生产队是整劳力 尤其是耕地 笔田是行家 又快又好 雨田的活虽然累 但也有歇息的时候 因为牛也得吃草啊 只有吃饱了 才有筋蛋活 所以每次等牛 在田等上吃草的时候 父亲可以坐在那 抽一袋烟 每当这个时候 姐姐就背着我来了 让父亲 把我们姐弟俩抱上去 姐姐拉着牛绳坐在前面 把我搂在怀里 骑大马 这些都是后来 姐姐跟我说的 小时候去世 那个年代的日子 虽然过得辛苦 但我们姐弟俩 在父母的呵护下 也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里不得不说说 我的父母很伟大 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 而夜代姐姐 只是几经因为我而辍学是事实 就为这是 母亲多年后 还常当自责 但那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事 因为我父亲兄弟四个 奶奶早逝 爷爷还得挣公分 自己养活自己 无暇顾及孙的辈 姐姐是17岁 正式晋升产队上工 也是那一年 我这几亿的小尾巴 背着书包去读书了 家里有姐姐这个劳动力的加入 无疑帮助很大 所以每年无论是分粮油 还是分稻草 我们家都够吃够用 这样凭借而安逸的日子 没过两年 一场过孕 正一步步 再朝我们这个幸福的四口之家逼近 我们老家众双季道 所以每年七月中旬 就开始盲双抢 基本在立秋前后结束 有时候要持续到八月底 什么叫双抢呢 顾名思义 就是抢收 抢中 即收割早到 插晚到央苗 而这个季节 就是父亲他们这些 负责耕地的人最忙 每快地收割完 耕地的人就负责放水 然后领着牛 扛着里扒 就要下地干活 因为还要等着插晚到秧呢 有一天晚上 父亲收工回来 正好赶上的一天还停电 姐爷赶紧对父亲 端来一盘洗脚水 让他把你脚洗洗 换双淡静的鞋 只见父亲嘴里叼着烟 边泡脚边嘀咕倒 今天上午在水田里 不知道让啥东西扎了一下 还挺疼 母亲说 那赶紧把脚洗干净 看他用药膏抹一下吧 别发言了 姐姐文听也赶紧凑误来看 谁知道父亲若无其事地说 没事没事 我皮试着呢 这点算啥 就这样 一家人都没拿这是重视 结果悲剧来了 后来父亲持续低收 他也不吭声 照样出去干活 直到有一天实在支撑不老了 才去赤脚医生那打针 但为时已晚 没多久就去世了 那一年 我九岁 父亲的去世 无疑让我们这个家庭 瞬间如大厦倾斜 到现在为止 我都搞不清 父亲当年甚至因为那些伤口引起的 有人说是破伤风 也有人说是败血症 总之我那饼囊柱的父亲没了 父亲的去世 对母亲打击很大 有一段时间 母亲精神恍惚 云下则受脱了刑 我那时候年少不更事 幸亏有个姐姐 她每天除了去生产队上工 回来还要照顾母亲 给她做饭 伺候她洗漱 记得姐姐经常含的泪 劝母亲道 妈 你都能倒下 因为我倒下了 我和弟弟怎么办 虽然爸不在了 但你还有我们姐弟俩呢 你就冲我和弟弟身上想一想 也要振作起来呀 就这样 在姐姐的苦口婆心的劝慰下 母亲慢慢地试着走出丧腹之痛 不久 农村开始了连产承包走任志 这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是的好事 可像我们家没有难劳力的 可就苦了 姐姐虽然能干 可她不会离田 我们家九母多地 怎么能靠锄头大敲去挖吧 所以别人家换天洗地的时候 母亲和姐姐坐在家愁眉苦脸 不过还是姐姐镇定 随后她站起来笑着对母亲说 妈 咱不用怕 我虽然不会离田 但我可以学啊 实在不行我就跟别人家换工 可我们家跟其他三户人家 分的是一头大水油 而且是生产队那头最不好驯服的牛 凭姐姐那瘦弱的身躯 怎么能驾驭得了 苏莉 母亲说啥也不让姐姐去学耕地 那就只能换工 什么叫换工 就是姐姐帮着别人家去做手头火 让那家会耕地的男人帮我们家里田 其实换工是最辛苦和无奈的 关键如果关系不好的话 想换还没人愿意等你换呢 为了不临时抱佛脚 姐姐开始了她的外交策略 急嘴甜 手脚勤快 眼里有活 姐姐把心里早就瞄准的几家 难劳力的媳妇们 哄得团团转 因为姐姐手抢 会做鞋 支线衣更是无师自通 所以只要这几家媳妇 鞋底内不完的 不会支线衣的 她都主动热情地把火揽过来 而且做得又快又好 所以姐姐在村里那帮妇女中 人缘和口碑极好 不仅如此 即使没到耕地的季节 姐姐在地里只要看到 谁家手头活没干完的 她肯定主动背着锄图下地 陪着一块干 如今想起来 当年姐姐是那么富有智慧和高情商 用掏砖引玉和放长线钓大鱼 来比喻虽然有点不恰当 但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姐姐仍然好 所以每到农忙时 姐姐就提前的列几家打招呼 准备换工 当然也得到了乡民们的热情响应 正可谓 没有春风 何来秋雨 一切都是姐姐努力的结果 我那时候的学习成绩一直挺不错 虽然父亲去世了 但母亲和姐姐一点没让我的学习受影响 我顺顺利利读到初中 接着上高中 我们那时候高中是两年制 可能是基础不好的缘故 第一年参加高考落榜了 跟分数线差16分 我那时候比较沮丧 等来心心满满地想守战告捷 可惜沙场折挤 在看她母亲和姐姐瘦弱的身躯 在苦苦地支撑那一家 我就对母亲和姐姐说 我不念书了 回来种地 学里舔 母亲听完 眼里黯然神伤 低下头默默捶泪 也不说话 可姐姐不愿意了 她跳过来走到我面前 眼睛瞪得溜圆 伸手揪住我的耳朵 大声喝道 你说啥呢 就为了这几亩破地 你不准备考大学了 那这十年的寒窗苦读 不就白费了 你给我乖乖地去复习 我一半是委屈 一半是姐姐 真把我的耳朵纠疼了 我沉着眼泪说道 你都二十七 八的人了 还总在家待着 做老姑娘吗 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 因为早几年前 就有没人上门 得姐姐说婆家 但姐姐说 我暂时不能离开 我得让我弟考上大学后 我才能出嫁 就这样一等再等 姐姐真的把自己 等成老姑娘啊 要知道 那些年代 也还超过二十五岁 就不好找婆家了 但姐姐为了等我 一拖再拖 看姐姐 对我不依不牢的样子 母亲也劝道 再努力一年吧 毕竟你就差十几分 你要是能考上大学 其后我和你姐也不会受罪 就这样 我背上书包 重返校园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或者是父亲在天之灵保佑了我 在复读的那一年 我超上发挥 后来以高分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 在街道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我们母子三人抱头痛哭 把我安得好以后 随后上门得姐姐说没的 姐姐没有再拒绝 但姐姐撕撑再三 最后居然答应了本村老李嘉的提亲 李嘉兄弟三个比成武是老三 比姐爷大两岁 他好像也只读了两年书 父亲也不在了 就跟了老母亲一起过日子 李成武的大哥二哥分家后 到他这啥也没有 就三间土墙房 屋顶是那种半截瓦 半截草 在村里算是中下等人家 甚至比我们家都穷 对于姐姐审得李成武 我得知后第一个反对 因为李成武不但家穷 人长得也不好看 又没有文化 而其他几个上门提亲的 方方面练比李成武都强 我就很奇怪 姐姐凭啥宣她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 母亲和姐姐带着我 坐在院子里乘两 借着月光 我把自己的遗誉又说了一遍 我向姐姐慎重考虑 因为这是一辈子的大事 结果姐姐的一番话 打我说得泪流满面 姐姐平静地说 你说了这些我都考虑到了 我之所以选成武 我有我的想法 首先成武是跟我是一起长大的 他的为人我一切二楚 虽然说目前是穷一点 但他肯努力 脾气又好 我相信马后我们还是有日子过的 其次我也考虑到了 女孩一旦结婚 有自己小家庭了 养家的许多事就管不过来 那几个男孩的家庭条件都挺好 可离我们村最近的也有十里多地 我走了 妈怎么办 像妈这样一辈子好强的人 她是不可能跟着我去婆家住的 而我一带离家远 我肯定没有条件天天过来看望她 你忙活也不在家 我怎么放心得下 姐姐说到这时 自己首先气不成声了 母亲也坐在旁边不停地抹眼泪 我的眼泪也跟得扑素素地往下流 我最亲最爱的姐姐 任何时候都把我和这家放在心里 后来在姐姐自己的一再坚持下 最后还是嫁给了李承武 姐姐和姐夫结婚后 我才真正地感觉到 姐姐的高瞻园主 因为就是嫁在本村 两家只隔了一条巷子 哪怕端面饭碗都可以能串门 姐夫脾气好 对我母亲也孝顺 那时候两家的地就算放在一块耕种 每次姐姐姐夫都是先把我家地收完 再收他们自己的 他们担心母亲心里着急 每年放寒暑假 我都卷起裤腿 等姐夫一块下地干活 挑水分 挖田沟 村里人都朝我竖起大拇指 夸我一点没有大学生的架子 其实我做这点事 等姐姐和姐夫的付出相比 那简直太渺小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上海工作 在这里我也收获了爱情 妻子是恩师的侄女 我们婚后生了一个儿子 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妻子没有上海女孩的娇气 每年都跟我回老家过年 虽然每次日常饮食起居 都在母亲和姐姐的安排下 历历落落 但跟城里相比 还是有区别的 每次母亲拉着妻子的手说 招待不周的话 妻子就笑着安慰说 妈不要这么说 我们是一家人 正好我和孩子 能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 这是她的根 也是她爸从小长大的地方 所以妻子这个城里长大的人 跟母亲和姐姐一家 相处得非常融洽 从来没表悟出嫌弃 因为没事的时候 我喜欢跟她说我小时候的故事 每次把她感动得流眼泪 姐姐和姐夫有两个儿子 大外甥学习成绩不好 初中毕业后学了木匠手艺 到北京去做装潢 二外甥姬林 学习成绩好 总是被姐夫夸随了我这些的旧 高考被省内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录取 虽然姐姐姐姐夫起早贪黑的劳累 但靠土里刨石 给两个儿子取欠价 实属不易 我知道这会轮到帆补的时候了 在姐姐家带第一栋楼房的时候 我直接给了他们六万 这代本事寄出也是一笔钱啊 卢房贷好后 大外甥娶媳妇 我又拿了两万 二外甥大学毕业后 在我的引荐下来到上海一家汽车企业实习 后来也留在那工作 安家 直到如今也成长为公司的中层领导 母亲一直活到82岁去世 病重期间都是姐姐姐夫窗间伺候 我只能从经济上贴补 我常常自责不是个孝顺儿子 但自古忠孝两难全 那时候我正处在事业上升阶段 还在特区工作 交通也没有现代发达 母亲病危那半的约 我赶回来 直到母亲去世 后来母亲的葬礼 也是姐姐和姐夫帮着忙前忙后的料理 我全程就是不断地对乡亲们磕头下跪 每次说起来 村里面人都夸母亲 也是有福气的人 先苦后甜 因为有我和姐姐这双懂事的儿女 也算是善终了 但我觉得姐姐的功劳最大 姐姐和姐夫如今也过上了安逸的晚年 养的外甥都很孝顺 有四的孙的孙女 虽然老两口没有养毛巾 但这小哥呀定期往卡里打钱 我也刚办完退休手续 往后我就有空多陪姐姐夫 我准备不定期地带他们老两口外出旅游 在妻子的建议下 指定今年几几几几姐夫到海南来过年 姐姐姐夫由于年轻时超负荷劳作 七十刚过的人 牙口都不太好了 被为让他们吃麻麻香 我说带他们去上海乡牙 对姐姐笑了拒绝 她说 无论如何也让真牙 站满最后一班港再说 又不过她 只好听她的了 谁让她是我姐姐呢 虽然她从小就对我好 但在我内心里 她不是姐姐 而是妈 余生 我要像孝顺母亲那样 孝顺我的姐姐 让她和姐夫晚年生活无忧 快快乐乐